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不知道有个穿玻璃鞋的刘举人呢 四爷 您拿日本人开涮心里就不害怕吗 瞧你这话说的 我哪敢拿日本人开涮呢 那不是踹老虎屁股 没事找死啊 这回赛马 是日本人自己拿着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面子 跟四爷武没关系 您老是个人武 跑马场走单计绝了 能做这个活得有诸葛亮的计谋 加官老爷的胆量 就您这招 我武子敬佩十年 只可惜啊 这个美差让左天亮给赚了 四爷 你这不是在耍我吗 我怎么耍你了 满大一个跑马场 就我一个人瞎跑一气 怎么不是耍我 这这 左天亮啊左天亮 你别赚了便宜还不领情 领什么情 你东洋马一枝独秀 让日本人下不了台 你可是赚了青岛人的大木鸽啊 爷们 不管你是怎么想 反正今天呢 你是把宋爷给耍了 耍得好啊 我只是想赛马 跑马场停了那么长时间 好不容易开跑了 我没跑好啊 别不好意思了 对了 你那套花样马术不错 能不能教教我啊 你 天亮 这马可以跑 但心不能乱 四爷 四爷 谢谢 四爷 卢小姐来了 您怎么就不吭声了呢 我这儿啊 正生她的气呢 拿着我说事 到末了 也不见分子钱 连个饭局也不抢 吝啬二字 毫不为过 四爷 您现在 也是置身于阴谋的漩涡里了 没关系 四爷我长袖善武 最好的法子 就是以阴谋 对阴谋 可是阴谋无处不在呀 可是 智慧也是无处不在 卢小姐 不登高山 不知山之高野 不临身鹤 不知地之厚野 不听四爷教诲 不知智慧之广大野 卢小姐 不仅大笔如传 这嘴巴也厉害得很啊 你们卢家兄妹 真是不同凡响啊 四爷您过奖了 不过有件事 真得跟四爷正经说说 你说 四爷 我哥临走的时候 在马会账上留下一笔钱 青岛民生救济款 他当时没有机会处理 希望您能想办法 把这笔钱尽快转走 会有这种好事 我还没走马上任 就成了财神啊 这钱是中国人的钱 绝不能让他落在日本人手里 逗我玩呢吧 天上会掉馅饼啊 四爷 咱们可都是中国人呢 这话没错 那甭管他掉不掉馅儿 咱们都是中国人 大屌哥呀 大屌哥呀 差不多 哇 好漂亮的珠宝啊 是那女菩萨的 不管是到了观音哪 还是到了阎王爷那 他都用不着了 我喜欢 表哥呀 这次在妹妹这儿多住两天 妹妹让你快活快活 好 这船原先就摆在这儿 是卢先生从欧洲带回来的 他特别喜欢 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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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听说 买马票 再发大财 可不怎么着 听说一个拉洋车的就中个大奖 得了十几万呢 还来过我屋呢 你扒了它几层皮呀 穷鬼就是穷鬼 发了大财也抠门 来了两天再没影了 陈爷 再要是赛马日 你带我去呗 我一准啊 给你带来好运 好 进来吧 女士 女士 我是厨房来帮厨的 师傅叫我送菜 放桌上吧 没见过士兵 站住 站住 左小妹 起来 左小妹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必处 得来全不坏功夫啊 想不到你和我 在这儿家路相逢啊 小翠虎 今儿也对不住你了 也我另有心欢了 今晚你换我地儿 小翠虎 今儿也对不住你了 你换什么急呀 你我这么有缘 何不趁此凉晨几日 你我今晚就花好月月 哎呦 我呀 小子 小子 娘 你说都这么晚了 小妹还不回来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娘 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去随红萝找一找看 哎 好 五三 大哥 嗯 来 进来 大哥 小妹她怎么还没回家呀 哎呀 翔子 出事了 我让她去送菜 不知为什么被她们扣住了 哎呀 大哥 你怎么让小妹干这种活啊 哎呀 这没人了没办法不是 金家 翔子 哎呀 干什么的 我找头小妹 哎呀 没人没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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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找左小妹的吧 哎 来吧 走 这 这 强哥 你怎么来了 小妹 快走快走 找什么急呀 嘿嘿嘿嘿 王翔 你娘呐 那个老不死的还活着 你看看你们干的好事 偷了我的马车 还抢走了我的女人 你好大的胆 程管家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放了我们 我把马车还给你 我娘现在还在家里冰着 救救你干的 老大左小妹 我要马车干什么呀 小妹是我媳妇 程管家 我求求你了 强哥 往死里打 好 别打 强哥 家人 别打了 我求求你们 别打了 求求你们程管家 别打了 求求你了 好了 别打了 翠鸿楼死了人就慰藉了 我想你听着 我不喊你计较 马车我也不要了 留着给你娘买棺材 但是 左小妹我的留下 你不配有这样的女人 滚 走 起来 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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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妹 大哥 你要去哪儿啊 阳马岛 去阳马岛 去那儿干什么呀 去那儿能干什么 买马呀 买马 在哪儿 在哪儿买不了马呀 开跑那么老远 哈四爷的赌马赛 让我开了眼 见识了什么叫大智慧 跟他相比 我扛大包也好 算卦也好 都是小玩闹 那你这买马 到底要干什么呀 跑马场虽然开了 但是除了樱花之外 没有一匹像样的赛马 其便 松爷把码头上那些马都找回来 也是白打 经过这场战争 病的病 伤的伤 跑不出好成绩了 所以啊 未来的跑马场 谁能够掌握了赛马的资源 谁就掌握了跑马场的实际控制权 妙 妙 大蛇大七寸 踢狗踢后当 这脚下去 松野非得捂着裤裆 嗷叫不可 我要叫青岛跑马场 跟我姓左 大哥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能想出绝招来 我要跟你一起去 你去干什么呀 保护你呀 唐僧去西天取经 少了我孙悟空行吗 巫子 五爷 怎么啦 怎么了 求你 快救救我媳妇吧 发生什么事了 我媳妇 被扣在醉红楼了 为什么 我也说不清 反正你赶快去救人吧 好好好 起来起来 走走走去看看 走走走走走 快走 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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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个非得把你占下不可 你呀就别闹腾了 就随了我的心愿吧 行臣的 行臣的 你要敢胡来 我哥哥饶不了你 我怕谁呀 我现在那是色胆包天了 没听人说吗 宁在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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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谁呀 快开门 干什么的 把门开开 怎么回事啊 外边有人闹事 闹事 去 去去去 叫警察 你去 去叫警察 二位爷看好了啊 这是那丫头 亲自画鸭的卖身器 我做的这是正当买卖 你们别在这儿瞎胡闹啊 救命啊 救命啊 这是你媳妇的声音 是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 你媳妇叫什么呀 叫小妹 小妹 那姓什么呀 姓左啊 从老军山来的吗 是 你 大哥 这左小妹就是在老军山救你的那个是吗 是啊 老子跟他们拼了 不行 寡不敌众 你们在这儿守着 我去想办法 守着 老宝 你听好了 今天你们要是敢动小妹一根毫毛 老子就一把火烧了你的鸡鱼 警官 警察署 是 你 你马上派警察去拔都门 别让那些闹事的冲进去就行 但是 千万别伤着他们 你马上派警察去拔都开好 你这把全新闻进去就行 这把整日子的传电了 这位老爷 胖头大脸的好富态呀 您是要喝花酒啊 还是睡鸳呀 您是喜欢老成点的 还是喜欢个厨啊 你是谁啊 我是姑娘们的妈妈 您叫我老宝也行 叫我老板娘也行 我能问问老爷 您是谁呀 说话客气点 这是大清国的宫秦王爷 他有话问你 是位王爷呀 您大老眼的 从大清国跑来干什么 我听说你这院子里边 扣留了一个良家女子 老爷 这话从何说起呢 我的姑娘个个都有卖身契约 我做的是合理合法的买卖 何罪之友啊 非法拘禁 强行扣留 难道不是罪过吗 自己家的孩子 到外面惹是生非 把他找回来打一顿 这也是罪过 老爷 难道您家里就没有家教 难道您府上就没有规矩吗 巧言令色 胡搅满缠 简直是一个活脱脱的婆妇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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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胆泼妇 竟敢如此侮辱本王 你 实在是可无知己 去去去 把你们的老板给我找过来 这说着说着 我还忘了您是个王爷了 王爷 您别生气 笑笑伙 小女子伺候伺候您 王爷 来来来 您过来 咱们一起上鸳鸯床 做一回露水夫妻 怎么样 皇家 恢复 跟我走吧 哎哟 老爷 您别走啊 什么东西 干活了 干活了 走 走 走 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吧 只有一条路 打进去 等一下 皇翔领着我去救小妹 你领着他们负责掩护 上 我不是动 无子 小妹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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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有品 杜先生 别乱来啊 你可想想办法呀 再完了 小妹可就遭殃了 天忆啊 遇到麻烦了吧 这家妓院绑架了我的妹妹 有这但是 在孙爷先生的治理下 竟然有人 明目张胆地绑架梁家妇女 你怎么解决啊 我不能 只听你 一面之词啊 不用听 进去看看就可以了 可以 如果真的有人绑架了你妹妹 我可以把她救出来 那就要谢谢你了 不过 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重回跑马场 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也就不管了 在大日本帝国的领地 开妓院是合法的 放开我 放开我 给我狠狠地打 打死了算我的 左先生 我求你了 你就听她的吧 把小妹救出来 我给你拉一辈子车 我求你了 好 好 我答应 听报 立刻查封这家机院 救出周天仪的妹妹 是 快 日本兄弟来了 快里边请啊 你 哎呀 打死人了 你 小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别得出来 快走 快走 所有人出去 快走 这就是什么 这这酸业的 这干嘛呢这是 快点快点 超真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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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我的孩子 孩子 小妹 你看谁来看你了 孩子 小妹 是我呀 天一呀 孩子 小妹 小妹 快醒醒 天一哥 天一哥 小妹 没事了 没事了 小妹 没事了 小妹 小妹 咱爹呢 打散了 不知道是死之活呢 来呀 在上面 大哥 小妹 小妹 我是天亮 你哥哥 你还记得我吗 哥哥 病 作为你 有叁 是 准宪兵了 为了救小妹 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跟宋爷做了什么交易 我怎么没跟你说吗 她的话我不相信 我要你亲自告诉我 我 把小妹救出来不对吗 难道我能眼睁睁看着她 被困在妓院里 再晚一步她就被称管家 救小妹没错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 小妹是块玉 是块宁死不屈的玉 今晚不把她救出来 明天抬出来的就是尸体 当初 昨天亮劝你回跑马场的时候 你骂他是日本人的婊子 现在 连日本人的婊子都不如 你会被骂成日本人的狗 我知道 小妹 你收拾一下 搬到我那儿去住吧 哥哥 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去 娘的病还没好 翔哥还得拉洋车 我得照顾这个家 他们对我恩仲如山 我不能一走了之啊 哎呀小妹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了 不能让你再受苦了 哥哥我知道 我心里一点都不苦 找到你和天一哥 我就有好日子过了 大娘 我今天就在这么多了 谢谢你啊 谢谢 不要客气 有了我以后 就什么都有了 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大哥 要是能早点找到你 就好了 王爷 您这儿怎么了 一宿没睡啊 老四啊 你说 我连一个落入封尘的弱女子 都救不了 我何以救大庆 何以服王室啊 我 难道 难道 难道真的在白日做梦吗 王爷 这回您可真是开了窍 一个下贱的妓院宝子 竟然敢对我 这 这个世道 王爷 当今的世道 早就不是原来那个世道了 老四啊 我该干点儿什么呢 去月上红回家 嗓子倒了 也不能唱戏了 一个人在外边就那么飘着 早晚得出事了 来 什么呀 还没我不想 缘个日子 老四啊 我要用八台搭角 把它抬进拱王府 我 将军 我刚刚得到陆军部的电报 梅尔瓦德克在战俘营里招供 当初他和陆军夫 曾经有一个秘密的协议 在马会帐上单独设立一笔基金 经过一年多的积累 数目非常大 战争一爆发 他们双方都没来得及处理 你要把这笔钱搞出来 绝不能让他流失 更不能让中国人得了趣 什么 你要派个财务总监来 是的 彭马厂的财务状况令人担忧啊 我想有一个直接对我负责的财务人员 以便更好地掌握彭马厂的财务情况 宋野先生 你这疑心也太重了吧 不不不不 哈先生 你们青岛人常说账务亲好弟兄 如果跑马厂的账务清澈如水 你还怕什么监督吗 气听尊便 但不知宋野先生派来的这位财务总监是谁啊 老书人 这就是新任庞马厂的财务总监 天保九南 希望你们合作愉快 我会合作愉快 但不知总监先生能不能合作愉快啊 这是马会的全部账本 请您过目 好 号外号外 大骑士昨天已重返毛马厂 号外号外 大骑士昨天已重返毛马厂 号外号外 大骑士昨天已重返毛马厂 买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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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本以为只要自己不去趟跑马厂的浑水 就能独善其身 谁料想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我昨天已逃不出跑马厂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来不及啊 小妹被扣在里面随时都有危险 我也只能去跟松爷交易 你知道你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吗 我变成了他们卖狗肉的羊头 粉饰太平的脂粉 左天一啊左天一 松爷他早就说过 在青岛这盘旗上 十个宫亲王 也顶不上你一个左天一 松爷 松爷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只要能救小妹 我甘愿赴汤蹈火 咱俩俗属同归 复朝之下暗有完乱 在日本人的刺刀大炮底下 向独善其身谈何容易 我给他们拼了 你怎么拼呢 向炸杨克定的呀 去炸松爷 我炸他的跑马场 他们不是要在跑马场 挂羊头卖狗肉吗 我把他的狗肉锅给砸了 看他还卖什么 欺负之用 只要他们占了青岛 你光炸一跑马场有什么用 你今天炸一个 明天人家再修一个 要炸就得炸他们的心 炸他们的魂 炸得他们灵魂出窍 炸得他们胆战心惊 绝不能再犹如我的名声 不清白不如死 君子以义为上 不以勇为上 挨骂就先挨着 学习欲王勾剑 忍容负重 我心尝胆 到了跑马场 你一定好好跑 先让他们得以忘情忘乎 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 那爷儿俩 再炸他们的魂魂 炸得他们魂飞胆丧 四爷 我没有你那样的智慧 跟日本人斗 除了智慧 还有有耐力啊 你把你那本周仪给我看看 现在有些事不靠八卦还真破解不了 你那不是有一本吗 你这本已经看出炎如玉来了 我试着 看看能不能看出黄金屋来 从此以后 你就是跑马场的职业骑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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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连日本人的婊子都不如 你会被骂成日本人的狗 回去告诉宋爷一郎 我就算是条狗 也不一定听他使唤 回去吧 我不走 我在这里等了你一个晚上 你到底要什么 我爸爸对你做了什么 我并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你是为了救一个人 为了救别人 甘愿自己受折磨 这样的人我喜欢 谢谢你 秋子 你还是回去吧 你再不走 我就要变成野兽了 昨天亮是野兽 你不是 宋爷一郎才是野兽 拿去 这是什么 给小妹的 她要什么东西 我给她买 这是女人用的东西 你不懂 这会儿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看看天一 你去看她干什么 她现在是日本人的大红人了 你怎么这么说 当初我劝她回刨马场的时候 她又是走狗又是婊子地骂我 现在倒好 她去跟日本人签字画鸭了 那你让我说什么 她回刨马场是为了救小妹 只有你相信她那套鬼话 她救的可是你妹妹 她为了救小妹 连自己的名声都不顾了 你不但不感激她 反而还骂她 为了拒绝回刨马场 她宁可到码头扛大包 这都是演戏给你们看 你 我妹妹 还有那个秋子 都是被她迷住了眼 弄昏了头 不管怎么说 救小妹是一种义举 什么义举啊 假的 全都是假的 那诈袁克定呢 也是假的吗